西藏的以前的王朝 其实它就是 也是王朝了 比如说 公元 从公元前开始的 西藏的那个詹布王朝 詹布王朝它就是詹布 詹布了它被说成是天神之字 降临的 就跟中国说皇帝是天子 是一样的说法 西藏因为本教 它就认为世界有三节嘛 天上 地上 地下 三节观 天上是神的 所以西藏的国王被认为是 神的儿子降生到世间来为王 所以神子为王 神子降临人间为王 是这样一个观念 那后来呢 这个詹布王朝在公元的 十十几 九十几的时候 崩溃了 崩溃了世界就变成了无数的国王 那些国王都不能说是从神上来的 所以王权就变成是一般人的 那时候宗教就开始进入 所以到了十三世纪 西藏再一次开始有 就中间有将近四百年分裂时期 分裂时期就没有一个统一的国王 统一国王第一次有的就是撒加王朝 就是西藏的撒加派 建立的王朝 那时候的王朝呢 执政的其实一个叫要让世俗的人党 但是他的上面有太常谎 就是西藏的喇嘛 从那以后就西藏就变成僧人 所以撒加王朝是政教合一 是其实真正的领袖是宗教领袖 然后到后面是那个帕铸 帕铸的国王他本身就是一个出家人 前面他规定 帕铸的国王只能由出家人来担任 当然后来到第六代还是第五代的时候 就不遵守了 国王不遵守他就开始有媳妇 有太太 然后就开始变成父子相继 在那之前都是素质 说说一个当国王 一个娶媳妇 然后生孩子 生孩子继续来当国王的这样一个 所以他也是 只有中间有一个二十多年脏巴王朝 他是有俗人当国王 但是他呢 把干嘛吧 就是我们的大包房 氛围是他们的国家 所以国王 说他为他为国王 所以他仍然好像就是有一个名义上的国王 还是宗教领袖 但他本质上是由他们自己当政 然后在他被推翻的那个就是达尔朗嘛 还是西藏 所以说几个朝代 比如说萨迦王朝 帕铸王朝 脏巴王朝 帕铸完了以后是脏巴王朝 然后是那个西 这四个朝代里面只有那脏巴王朝 他将近有三十二年还是二十六年 我记得忘了 就是短短的 除了那个以外 从那以后西藏的国王都是由宗教来担任 但是他们是由僧人担任国王 所以还是称为王朝 但那个王朝都是 就像党连朗嘛是西藏的国王 但是就称他为佛王 一样 他还是被称为王朝 但是这个国王不是家族这样 陈希的 家族也是数职 而不是父子乡臣 而且是出家人当国家的林子 所以说历史上西藏 只从佛教变成西藏的 就是那四百年分裂时期 佛教就慢慢地变成西藏的统治的 或者主要的力量以后 从那以后西藏的国王 都是跟宗教 直接受宗教的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